有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与卢州区社区健康营造协会 所共同办理的免费健康检查到处宾 今年第三场周日在中益国小登场 民众参与相当的踊跃 尤其是年轻人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 今年第三场免费健康检查到处宾的活动 7月24号在卢州中益国小举办 不少民众都是和家人朋友结伴一起来参加 对自己好一点嘛 偶尔就是该检查的时候就是要先检查 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发现 一般这些活动对我们来说很好 好像要检查我们有什么毛病 我们可以去找生生的 变成让我们更方便就对了 健康检查到处宾的活动已经行之有年 因此主办单位在活动安排上越来越便民 也吸引到更多年轻人一起来参与 那么最近我们有发觉说这个健康检查 越来越年轻化 表示我们这个年轻人也知道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幸福的人生 那么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健康检查 办了十几年来 尤其我们卢州的市民已经了解 所以都很拥有来参加 大家希望我们所有楼州的市民 新北市的市民都可以拥有来参加 最近人家反映就是这个国家办法很好了 因为这里买一拜 因为买一拜大家都有时间 还几天还凉 所以就欢迎民众大家欢迎都很好 全程提供协助的马街医护团队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提高民众接受肆癌筛检的意愿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 包括我们现在政府在推广的这种 肆癌筛检 那如果一般的民众 他你说要让他到医院去 专门做这些检查 他可能真的还抽不出时间 但是如果利用早上 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不但可以做基本的学医的检测 然后甚至包括眼科 然后肆癌筛检 那这些免费的筛检 那民众都可以在一个短短的时间 在一个很完善规划的场地里面 就可以一次得到这样子的服务 今年免费健康检查到出兵的活动 这天是最后一场 有兴趣的民众 明年可得要把握机会